我是坎坑 欢迎调到意识到位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穿着淡黄色的小气装 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三款淡黄色的保丽来 现在我们来开一个古董箱 里面有一个相机 还有它的说明书 就这样 简简单单 这三台呢都是600型号的保丽来 也都是Gelpro系列的 这一台唯一有棱角的呢 是600型号的二代机 它也是Gelpro系列的第一版 这一版呢还有另一款相机 在出片口上方有的construction camera的字样 并且呢大概率会配备一个这样的手机保护箱 可能是为了建筑工地现场拍摄准备了吧 这是疫情前的你 这是疫情后的你 这要区别了吗 这个呢是Gelpro的第二版原版 这是它的衍生版 Business Edition 这一版呢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它呢只是将机身上的部分黄色变成了黑色 也更适用于商务现场的拍摄 然后我们发现呢 Gelpro的第二版机器的天模做工都很容易起泡 虽然600型号三代机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这款机器特别明显 这个系列呢还有一款 是Polarid One 600 Gelpro就是这样 黄色呢是Gelpro系列的代表颜色 但是生产披色不同也会有色差 你们会不会觉得如果把这个logo遮掉 它看上去很像客大的相机 性能和参数上呢这三款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第一版 这上面呢是它的logo和闪光灯 前面有Close-up镜组 最近对焦是0.6到1.2米 镜头下方有调节明暗的 取机器下方是感光口 它是二段式的快门 这里是相纸舱 它用的是600系列的相纸 背面呢有闪光灯指示灯 剩余像纸张束 洗颈窗 还有QuickTips 还有它的产地 这里是它的背带 它的背带上有这样一个 可以卡笔的地方 怎么了 还什么 当怎么错过了 thank you 还人了吗 我们认为Jopro斯维亚 是宝宜来相机中性价比还不错的 可能因为当时产量比较多 所以现在市面上流通量也挺大的 颜值性能都可以 用好就能出好偏 是一款非常值得的收藏的复古相机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然后不要忘了关注意识道流 我是肯肯 那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